大家好,我是Aden 从新冠疫情蔓延到现在 差不多三个月快四个月的时间吧 如果我们要记错的话 在这个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最早反应最快的应该是新加坡 他最先的决定了 如果有过往去到中国旅行史的人 就不能够在新加坡入境和转机了 然后新航、新加坡航空公司 接下来又做出类似的规定 随着这个疫情在全球的扩大化和蔓延 更多的国家和更多的航空公司 也做出了类似相关性的规定和决定吧 以至于现在我们的出行 真的是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我就为大家搜集和罗列了一些 相关这方面的资讯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现在当下这个全球航空业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Quantus澳航也从三月份开始 停调了全球的客运航线 只保留它的货运航线 290一大航空公司Virgin Australia 也让政府提供56亿澳币 以帮助他们度过危机 同时它和澳航也取消了 为乘客提供免费餐饮的服务 Virgin甚至暂停了它与新加坡航空公司之间的积分兑换协议 我们来看看新加坡 新加坡张仪机场二号航站楼宣布停止使用18个月 新加坡航空目前停飞了138架飞机 只留9架还在直飞 而它旗下的连航Scoot停飞了47架 只有两架还在运营当中 到这个月底只有北京、上海、广州、雅加达和文莱航线还继续运营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国泰港龙航空 国泰预计在这个月4月份恢复伦敦、洛杉矶、温哥华、悉尼、东京、台北、新德里、曼谷、雅加达、马尼那、胡志明、新加坡、北京、上海浦东 以及吉隆坡航线 再来看看泰国 泰国航空除了停飞澳新航线、欧洲航线 更是连国内航线也从3月31日起停飞到5月31日 从下面的两张图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在2020年3月全球航空业是多么的不繁忙 大家更可以从下面的图上更直观地感受一下 在过去的3月份 全球的航空业是经历怎么样的一个危机和不景气 我们来看看两大航空制造公司的现状 波音除了早前关闭西亚图的生产基地之后 目前也因为政府的State at Home的政策 宣布暂停七八几飞机在南加利福尼亚的生产线 而它的竞争对手空客也并没有好过到哪里去 他们于4月8日宣布减少各种机型的产量 A320每月生产40架 A350生产6架 而图中的A330每月只有2架可以被生产 然后最后两张图呢 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机上的空气是如何置换和如何流动的 那么如果有人感染的话 什么样的位置是最安全的 那么以后大家不妨在选位置的时候 可以作为参考之用 大家刚刚看到的是一些不太好的新闻 种种的条款限制让我们真的是举步维艰 但是好消息呢 就是我确实的上网去查询了一下 发现现在呢 如果在欧洲的朋友 现在想回国的话 回中国的话 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卡塔尔航空公司还在全力的运营 我所知道的伦敦 巴黎 德国 阿姆斯特丹 这些城市 这些国家 都有卡塔尔的航线在飞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些国家 经卡塔尔多哈转机之后 回上海 我不知道北京 广州和别的城市行不行 但是上海是可以的 而且就是从4月份开始 现在这个时候 都有航线在飞 当然啦 有人要问说 如果从澳洲呢 据我所知 现在澳洲 基本上 绝大部分的航空公司 国外的航空公司 都停航了 只有悉尼 飞悉尼的航线 还少量的保持的 如果大家现在 就是4月份的时候 要回国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 ANA 就是全日空 从悉尼 飞日本 再从日本转机去台北 然后从台北搭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 回上海 这是一个选择 当然 从目前我所知道和搜集到的一些信息来看 从5月3号开始 大部分的航空公司 都把他们的计划放出来 看上去呢 运力都在恢复了 很多公司的航线 也是比较饱满的状态 我不知道 现在这个信息 是不是能够被确认的 因为当然 这一切都要决定于 疫情是不是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所以大家可以密切地关注这些信息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话呢 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Aden 这里是Aden about Aussie 我们下期见